欢迎大家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高书院 与文理学系核白夜专题讲座《地球2.0》 我是今天的思义 英文是三年级的温月涌 今日书院非常荣幸 请来中南文理学系专名中教授 和生命科学学院许浩林教授主持讲座 从天文文理学和生命科学的角度 似乎看外行识和外太空生命的探索 为表现思书院的借意 现在有请思书院副院长陈浩宜教授 代表思书院自重见面品 李珠教授和许教授 有请陈浩教授 谢谢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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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又請諸教授來發表觀眾 謝謝 謝謝 首先歡迎各位同學來到香港中文大學 我見到很多中學的同學,我特別高興 我自己喜歡的天文學是中一第一次看星 那時候香港的看星是很棒的 所以我在旺角讀中學 每個星期五上學看星 當然除了看星也吹很多水 那些對我的人生已經很大 我很興奮我現在做研究 亦都是在天文物理方面 我今天首先花大概三十分鐘 介紹一下探索係外行星的方法 首先想給大家看一幅很有名的照片 一九九零拍攝的 現在很流行自拍照 這一張可以說是人類很終極的自拍照 是一隻叫做 探航行者一號探船 一九九零年二月十四號 離開地球六十億公里 一個很出名的天文學家 就要求探總署 不如叫他轉頭拍一幅地球的照片 這幅照片裏面就有地球 考考一下你有沒有智慧 你看到有地球 你就有一點點智慧 看不看得到嗎 我補充你的智慧 那裡有一個很暗淡的難點 那就是六十億公里外面 看回地球真實的照片 大概在在座超過一半的同學 那時未出生 但你想像在一點光 其實在相機的像素裏面 是小一個像素 我們將全世界 所有的人 所有的文化 所有的建築 所有的事 縮在一個像素裏面 其實我覺得這是為什麼我喜歡天文學的原因 其實我教人 你有什麼煩惱呢 你想一下宇宙 沒有煩惱 哪裏有煩惱呢 所有煩惱縮在一點裏面 不見了 要很有智慧的事 找到它出來 那這幅照片 給大家想像是更加難拍攝出來的 看這幅照片就明白了 實際上在一條船 看回頭 這裡有一顆很光的行星 當然就是我們的太陽 旁邊有兩顆行星 這個金星 這個地球 那你如果要看到金星和地球 在這幅照片裏面 你需要的智慧就更加多了 那我又幫一幫你 指著它 那六十幾公里 可能你也會覺得很遠 你計一計 我們天文學常用的單位 一千六百分之光年 根本就離得足度 在太陽 離開太陽最近的行星 大概要四光年 那我想請大家一起想像一下 由這個六十幾公里 再去到四光年 即是再要遠多六千四百倍的距離 找一顆好像地球或者金星的行星 還要是相當近它的主星 因為太遠就不可居住了 這樣才叫做地球2.0 那你猜一下 那你猜一下這個難度是多少 那你猜一下這個難度是多少 如果只是計算地球來計算 我要去到四光年的距離 剛才這個光點的光度 就要再遠多四百萬倍 很難想像 怎麼找 還有一個更難的問題 這是一個實際的照片 是一支叫Spitzer 拍攝網絡鏡 專門做紅外線觀測的 實際拍攝一顆行星 一顆不是很特別 其實算離開我們很近的一顆行星 一千光年 這叫做WASP15b 拍攝一張照片 就這樣 其實只有一個pixel裡面一個光點 我會回來這顆行星 因為天文學家竟然在這個光點裡 找到一顆行星 像木星這麼大的行星 我會講一下怎麼做 大家第一件事 想像一下 是多麼艱鉅的事 我要在附近的行星 這些照片裡面 去找一些好像地球的行星 接下來主題 就教大家怎麼做這件事 原理是很簡單的 但實際工作是很艱鉅很艱辛的 所以今年日夫天文學獎得主 他想到一個方法 去做到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大功 所以我首先介紹一下 怎樣找 本來我打算用兩個 很多人用的方法 但我猜時間不夠了 我只是講今年日夫獎得主 他提出的方法 叫做零星法 說出來好像很厲害 在武俠小說裡面的名詞 原理很簡單 我們甚至有個示範 一會兒大家會看到這個示範 然後我想要討論一下 什麼叫做可居住區 因為我們關心的 就不是任意的行星 它小也好大也好 我們最關心的是 它是否在可居住區 即是有機會有生物在上面 我們也簡介一下 做到這些那麼重要的觀察 就是所謂的開普勒計劃 我很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計劃 接著下半個小時 我就請了我老朋友 許浩林教授 就講從生命科學的角度 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零星法 什麼意思呢 2012年6月5日 我不知道有多少同學 是有看過《金星靈日》 這是我自己拍的 你看到這裡有一個黑點 在太陽表面掠過 一個是金星來的 金星的軌道在地球和太陽之間 所以很間中 你就會有機會由地球 會看到金星掠過太陽表面 就叫做《金星靈日》 那些2012年沒有看到這個東西 你就要內心一點等了 大概等一百一十年左右 好 走一次 有多少同學有看過 有多少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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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算 你竟然看過 你這麼小 我看了兩次 什麼叫零星法呢 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遠的行星 它有一個行星為最轉 如果你這麼幸運 這顆行星剛剛好 就在行星前面掠過 由地球看去那顆星的視線範圍 它剛剛好在前面掠過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觀察這顆主星的光度變化 而知道有行星的轉 原理很簡單 實際很困難 給大家想像一下 光度減弱了多少呢 就跟行星的半徑 譬如說這個就是金星 和主星的半徑做一個比例 如果真的用金星和太陽做比例 平方的面積就是它擋了多少主星的光度 這個比例如果用地球太陽或者金星是一樣的 那就是0.01% 即是說如果你要做到觀測到這個行星 給行星遮了少少光度 你要量度多準呢 就要量度到0.01% 好過0.01% 那是現代的科技 是真的做到這件事 第二 你量度得那麼準也好 你要好好採集有一次的行星0 它的主星 如果當所有行星的軌道是任意地擺放的話 由地球向它任何顆星 平均的機率 你會看到有一個0星的機率 就是0.5% 也倒轉來說 即是說每一顆你找到這樣的事 其實就還有200顆 是因為軌道不適合位置 你會看不到0星 那你每一顆找到 你就可以成大200 你就知道有多少行星在行面 有時行星自己都會閃會 在光度變化 你怎知道是因為有行星在前面走過呢 那我們要靠的就是觀測一段長時間 真的看著它很周期變化 可以量度到這個周期 計算到它的軌道 然後所有推算都真的符合一顆行星 我們才會說這個可能是一顆行星 通常我們還會要求有其他的觀測方法 去獨立這樣嚴正 現在常用的起碼有三個方法去找這些行星 如果這三個方法都做足 然後得到同樣答案 那我們就很有信心 這個是一個系外行星 到今天為止 我們已經很肯定找到的 超過3000顆系外行星 其中有12顆 是好像地球那樣的 即所謂的地球表兄弟 或者地球2.0 其中也已經有些行星 是在一個主星的可居住派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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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和地球差不多大 大小小 而且他們的主星和我們的太陽都很類似 我們的太陽就叫做G形星 有K形星 K形星和G形星就是暗小小小小小 還有M形星 現在主要發現地球2.0就是這一堆的外行星 提一提什麼叫做 我先做一個demo 我特別請兩位傻仔幫我忙 Kan和Kais 我們做一個示範 如何做這個零星法 我原本請我的助手 不如我們找個燈膽來做一個示範 助手Raymond就說 好 應節吧 買個燈籠 這樣有示範做什麼呢 燈籠就扮我們一顆主星 這顆主星很棒的 節日快樂的 你一會看到 旁邊你看到一個白色的波仔 就是扮一顆行星 但是為了效果明顯 這顆是相對相當大的行色 然後我們就會 這裡有一個CCD的相機 其實是天文龍的CCD相機 所以對光度相當敏感 接到電腦裡 電腦就投影出來 那Raymond就幫我做了一個軟件 我才知道拍到的光度 立即加上它 就用一個數字來顯示 就是種族顯示 種族顯示 種族的數字 不要理會單位 大小就顯示它看到光點暗點 我們一會兒 Case就會很厲害 它會推動一顆行星 圍著一顆主星轉 就會在主星前面 做零星大化 CAN就會幫我做觀測 就會顯示 大家會看到零星的時候 這個光度變化 先慢的 我們會顯示 兩種不同的軌道速度 Case好像練習了很久 可以慢慢地推動一顆行星 大家就很清楚看到 這顆星的光 當行星在前面 就會跌倒了 本來我想叫它示範十個週期 大家明白嗎? 可以示範一次快 你看到這條 我們叫做Light Curve 從Light Curve下面 這裡有幾個時間 橫軸其實代表時間 我們就可以知道軌道的資料 從這個跌了幾多 我們就可以計算 那個行星面積有幾多 或者它的半徑有幾多 然後我們會做一個進階版的示範 我們不單止可以 量度光度變化 而推測到它的行星 現在甚至有一兩顆行星 我們可以利用光譜的方法 知道那個行星的大氣有什麼成分 這件事很偉大 我覺得 我們連地球的大氣 都沒有很清楚 這個成分 我們竟然可以量度到幾百幾千光年 外面一顆 我們看不到它的行星 我們知道它的大氣有什麼成分 方法 原理是很簡單的 簡單之餘都是要到大學才學的 現在示範的是一個很簡單的光譜二 Case拿著的光譜二 收到的光 就會顯示出 它在什麼波段 這個橫軸 就是波長 這個波長 就是特別光的 六百多這個波長 其實就是對於紅光 是一個紅色的聲音 Case寫個光譜二給我 我示範一下 對著我的LED螢幕 大家會看到什麼 你看到很多線光 我們叫光譜線 其實每一樣發光的物體 視乎它發光的機制 裡面有什麼元素 它原來不是所有波長的光 都很公平地放出來的 有某些波長 它會特別強地放光 我們從這些方法 我們就可以知道 一個物體裡面有什麼元素 甚至它發光的機制 現在再做一個示範 就是用光譜二 對完主星 我們就對一顆行星 當行星做零星的時候 在行星前面過的時候 夠幸運 我們有時候就會發覺 多了一些光譜線 行星有些光譜線 我剛才看到有條紅色很強的線 每一次零星的時候 我們發覺 多了一些光譜線 這個可能是假的 但當是真的 這裏應該多了一些行星的光譜線 我們可以用這些零星的時候多了的光譜線 去推測到行星的大器有什麼成分 可以了 大家有智慧就知道看到了 謝謝 謝謝 然後我想簡單地討論一下可居住大 你找到行星不夠 我們想知道上面有沒有生命 天文學上就是一個habitable zone 可居住大的概念 基本上很簡單 這顆行星如果離開主星太遠太近 都不可能有液態水的存在 這裡有 很多元 離開太近 顆星太熱 過了至少一百度 肯定沒有液態水 我們一般都仍然當 想找到世外的生命 都是找到地球的生命 而太水的存在很重建 遠一點太冷 有水都結冰 這也不是可居住大 究竟有多大 距離主星有多遠 這仍然是現在很積極做研究的一個問題 天文學上 以太陽的星來計 太陽的星是很普遍的 天空上面很多 大部分都是類似太陽的星 在不同年份 我找過原來有不同的計算 出來的數字會有不同 譬如2013年的計算 裡面的界限是0.77到0.87倍 地日的距離 AU的意思是地日距離 今星是0.7倍 所以今星就離開了這個帶 今星就太熱了 但是同年已經有其他人計算 將這個範圍收到很窄 0.99倍 很低 地球是1 即是地球近了1%已經太熱了 軟那邊呢 軟那邊就更加 有些都沒有計算 可能是1.6倍地球的距離 但是很窄 總之 雖然我們還未確切知道這些數字 有人說0.95 有人說0.99 有人說0.99 有人說0.8等等 總之都是很窄 我想強調一下這一點 今星 今星我們看就是這樣 包住很厚的雲 它離開太陽 其實跟地球不是相差很遠 寧願7.2 地球是1 相差很少 但是今星的大氣很厚 大部分是氧化碳 今星的大氣密度是地球的密度90倍 你整個大的翼 今星是否可以飛 不過 它表面溫度 天夜都是攝氏470多度 也都未飛就融化了 圓都融化了 所以我們不怕 有這麼多 其實你看看 今星和地球 大小也很相似 距離也很相似 只是近了一點 已經截然不同了 不可能有生命在今星上 遠一點 做氣象研究的人 我不是專家 但是我根據得到的資料 原來有很多做氣象的人 就說 如果你把太陽光減弱了少少 這件事的確是 很可能發生過很多次 大家都知道有激冰河時期 對嗎? 看這影片也看到了 以前的冰河時期 為什麼地球大部分會冰封呢? 其中一個最流行的理論 其實地球圍著太陽的軌道 是有一些周期症的變化的 今天都相當圓 但是曾經會變得比較扁 又會變得比較圓 變得比較扁 其實軟了的時候 可能會有這些冰河時期 沒有定案 但是很肯定地球的軌道改變少少 就已經可以做到相當大的氣候改變 甚至造成冰河時期 冰封的地方 特別花時間說這件事 就是 大家真的要珍惜一下 我們這個可居住 但是在一個很窄很窄的範圍 地球是很幸運的 美是很幸運的 但這些研究 我們當然是很值得要做下去 究竟有什麼環境因素 將一個星球由可居住變成不可居住 當然人類最重要 當然人類最重要 我最後 都補充一下 剛才做了示範 我們利用光譜線 找到很多外行星的大氣有什麼成分 給大家一個例子 這個叫做HD189733b 在2008年 通過這些光譜方法 這個光譜就是剛才我示範的光譜線 行星在一顆主星前面繞過的時候 就看到多了一堆光譜線 就對應隔遠的 所以是第一次 在一顆很遙遠的行星上面 找到有機物體 這一顆不會像地球那樣的行星 因為它很大顆 表面溫度成一千度 但是很過癮 它圍著一顆主星周期兩日 它一年就是等於飛球兩日 很快地轉 很熱 但竟然有機物質 距離我們很近 就是六十三高年 有空去玩一下 同一顆星 在2007年發現了水分子 當然不是熱態的水 一千度 但是有水分子 在… 我忘記哪年了 在2007、2008年 還發現了CO2的二氧化碳 全部都是靠剛才所說的光譜方法 如果你從很遠看來地球 你見不到人 你見不到生命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這個光譜方法 量到地球大氣的二氧化碳 那你就會量到這樣的圖 跟著不同的年份 這是真正的數據 我們來到90年 大家看到 大家都熟知 我們地球大氣越來越多 二氧化碳 但是我不是想說這個 我是想說大家看到 一年裏很周期的變化 為甚麼 為甚麼 夏天 是… 少些 魚氧化碳 北半球是夏天 即六月的時候是少些 每年多到十二月 就多了 為甚麼有這樣的現象 不開股 還有兩分鐘 待會再開股 想想 最後我想簡單介紹一下 星期五會來講 會來講 TALK那位 今年日呼天文學長得主 布洛奇先生 和他的CAPLA計劃 CAPLA其實是一支太空望遠鏡 這支望遠鏡不大 口徑是1.4米 放了上太空 軌道就和地球軌道差不多 哎呀 放不到 有它 有太陽亮板 讓它有能量 光進來 就主要集中在一個很大的CCD上面 CCD這麼大的 我猜你沒見過這麼大的CCD 每個人都有CCD 或者CMOS 手機裡面那個 是冰那麼大一粒 比較是這粒 這裡差不多一億像素 一個CCD相機 你用這個相機和一支太空望遠鏡 它就可以同時監測很多顆行星 它總共在四年裡觀測了15萬顆行星 大部分是類似太空的行星 在裡面其中1770顆 就發現了2299顆行星 裡面有12顆 是像地球那樣大小的 裡面也有一些是行星系統 最多的 好像有五個行星 那根據這些數據 做一個統計學的估算 他們得出來的結論就是 類似太空的行星 類似太空的行星 天空上最普遍的行星 平均大概五分之一 會有一些在可居住大裡的 類似地球的行星 是相當驚人的 你要看上天 隨便選五顆 裡面就有一顆 很可能有一個 好像地球2.0的行星 在可居住大裡面 因為他們計算這個數據 不知道是否為了讓記者報道得開心 計算的可居住大 就是用了一個很樂觀的估計 我先來給大家看 不同的計算 其實這個帶有不同的大小 根據比較新的計算 其實這個帶沒有那麼寬 窄很多 比較悲觀的計算 沒有22% 其實可能只有一半 10%左右 但10%也很好的 你選擇十粒有一粒 就中了 可能有你的表兄弟 在這裡 最後提一提 有兩個外星人 剛才看到一位 Cat 他和鍾家圍 鍾家圍 其實是日夫學院學生 他們暑假的時候 去了Ground University 就是做這樣的研究 就是尋找外星 外行星的研究 其實剛才這部相片 就是鍾家圍的外星 他們就要做很多這些數據處理 由一堆很髒的數據 終於出了我們剛才這些光度變化圖 去找這些行星 我最初是給大家看的 WASP-15D 他們在數據裡面 真的可以找到一個新的地球 那就認住兩個傻子 我講的部分是這麼多 然後請許教授接著 許教授接著 大家先記住這些問題 我們講完會一次過一起做問答 我怕完會一次 我怕完會一次 我比較怕完會一次 我只是自己接避 謝謝 首先歡迎這麼多位同學來到中文大學 我看到坐得非常辛苦 也採設多謝陳教授和朱教授給我機會 我可以一齊來這裡和大家做個分享 本來我有一天就在科學大樓碰到朱教授 其實當時我在教書 在中間打算去洗手間 然後朱教授就說 有沒有興趣一齊探討宇宙 我說可以 然後到名字出來的時候 原來是地球2.0 我就想一想 我是做生命科學的 我還是不要騙大家 我還是說地球1.0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說 我們大部份的知識關於生命 其實我們大部份都是從我們的地球來的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幾件事 一是來自猩猩的利 究竟是一件什麼事 當大家想到生命如何進化 如何演化出來的時候 第一件事就想到這樣的圖 好像有些猩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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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會變成人 有時看到逛街 看到有些人 T-shirt 都會穿這些衣服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 我可以馬上告訴你 這個概念是絕對錯的 為什麼會錯呢 希望大家今天離開之前 會知道為什麼會錯 我今天主要講 因為時間真的有限 所以我只能講三個主要的事件 就是關於宇宙究竟裡面 會不會有其他生命 那我想 剛才陳教授就問我 你今天是不是講外星人 那我就說 我也想 但是 在我的討論裡面 我想主要我們先講了 地球裡面 有些什麼不同生命的可能性 理論究竟是怎樣 留待到我們的 discussion的時候 大家可以慢慢講一下 探討外星人不同的理論 大家可以探討一下 所以我想 我想主要講的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 我想講 進化或者演化的理論 究竟是怎樣 我們怎樣知道 生命究竟怎樣又沒有 可以變到有 這是我們想講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像朱教授剛才說的 我們的habitable source zone 可居住的區 其實地球是非常非常幸運 我們大以往也有很多的大滅絕發生過 我們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五次的物種大滅絕 究竟第六次是否正來呢 絕對是的 我們究竟會怎樣呢 我們在有限的時間都希望可以探討一下 第三件事就是 真是想講 就是 Origion of life 生命究竟什麼是生命 生命怎樣可以又沒有 變成有 究竟是一回什麼事呢 我會從我們科學家 以知科學的角度 分享給大家聽 當然不是希望改變你這些想法 希望可以給你一個角度 科學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第一件事 這個圖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太多東西了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生命樹 Tree of life 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現在大部分人都知道 所有物種 不好意思 所有物種其實全部都有關聯的 他們就好像一棵樹一樣 例如人的物種 在這裡 就好像在一棵樹上面 就在一棵樹上面 所有人就等於一塊樹葉 那樣 例如惡惡惡惡惡惡惡 那就是近一點我們的樹枝 brancho出來的那塊樹葉 那這個就是 其實我們現在生命科學裡面知道的 就是所有生命其實是連結在一起的 在那個origin的時候 在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單一生命體 然後就開始慢慢變 慢慢modify 變成了今天不同的生命體 那我稍後會慢慢希望可以 從有限的時間可以解釋 怎樣可以令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這個concept 這個理念究竟是怎樣的呢 其實1859年的時候 達爾文著士 他就在物種起源 就說他就開始畫了圖 就說 所有生命其實都是related的 他們 例如人 就是一個branch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那究竟真的發生了一件什麼事呢 很抽象的 我知道同學比較抽象 所以我就沒有 我朱塔獸的道具這麼漂亮 我剛才去法街 就買了幾件紙 就不知道可不可以找幾位同學出來幫幫忙 示範解釋一下究竟 這個概念究竟是發生什麼事呢 這樣 這樣 我可能需要 就是五位同學的 這樣 好啊 不如就我們自己 就五位來好嗎 好啊 好啊 可以給點授聲給五位同學嗎 謝謝 這樣吧 我們現在想想想 想想我們這裏 就是地球開始有生命的起源的時間 而不停向那邊走的時候 時間不停地過 到最後就是今時今日 2015年的香港壓 首先 可以換一位同學在這邊嗎 OK 這位同學 就是我們生命的起源 OK 這樣 這樣 這條線 一條線是代表什麼呢 一條線就好像代表 你可以想像 一條線就好像是一個嫡性那樣 不停地傳下去 例如 是說你呢 跟你兄弟姊妹 就是你爸爸媽媽這樣傳下去 OK 那中間有很多事情發生 例如大家最推薦的 Mutation 啊 基因會發變 等等 不停在這裏發生 妹妹和你一起可以移動嗎 那 有鬼同學呢 那你就來了 我看你別人 你特別來看 所有人都特別的 不用擔心 到這裏了 可能現在變成 我稍後再說 留在這裏 那你只要一條 那你跟這裏 那你跟這裏 是 那你跟這裏 那你跟這裏 是 這個裏 這個裏 對 是 這裏 可以出少少 是 可以走後少少 好 就這樣 對了 OK 不可以這樣 三位是要平台的 為甚麼三位平台呢 就當今次我們這裏就是2015年 那位同學發生了甚麼事 例如六十 沒問題 可能就變成職務 或者是孤內的樣子 作個比例 那欺辯 可能是動物的重仙 或者我們當這是人和星星的重仙 那今次我們有的就是 一個就是人 一個就是星星 那如果你不達這個道理的話 那你便會明白很多事成 但第一 人們在奧夫子時常常說 如果人是有星星 那個猴子會變來 那為甚麼就是猴子和星星 就不變成人呢 因為只要你明白這個概念的時候 人和星星呢 其實是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組織 人 不是有星星來 星星不是有人來 所以剛才我看了一張圖 是絕對的錯誤 因為兩者今時今日 是在同一個時間那裏 以往他們的共同組織 可能有些不同的 基因片面 特變 變成了兩個不同的物種 那 食物呢 其實呢 如果你明白這個道理 我們其實和植物 或者枯萎其他所有的東西 其實我們大家有共同一個基因 所以為甚麼 剛才那棵生命樹就是這樣 你不達這個概念的話 其實所有的東西都很簡單 例如 這兩位兄弟 兄弟 兄弟 這個就是你的爸爸媽媽 那個就是他的心祖父 這些就是今時今日的標準 所以我明白這個道理 只要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你會明白到 從很近的 在群組裡面發生甚麼事 以至在脈組裡面發生甚麼事 以為何剛才那張畫 是絕對的錯誤 OK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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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究竟在這個過程裡面發生甚麼事 我才橫觀點這樣說 我們主要是說麥敬天責 絕對不是說色者生存 麥敬天責色者生存 大家聽到很多 麥敬天責真的是達爾文 提出的 色者生存 其實是一些經濟學家說出來 騙大家的 是Charles Spencer 想說可以回社會 不是 我們想說的麥敬天責 或者是自然選擇 究竟是甚麼呢 我想可能有些同學都聽過了 我們是不會無緣無故 回到頸變長 就可以吃到更高的樹葉 而是 我們一開始就像我們大家一樣 大家都是有差不多的東西 但大家都有些不同 在不同的環境和改變 例如有些樹葉高些 這些綠 有些頸會長些 有些短些 接著 吃到葉的那些就可以留下了 吃不到葉的那些就會淘汰 所以最後留下的就是長頸的綠 不是短頸綠 無緣無故變成長頸 當你明白這個道理的時候 你亦都會明白 今時今日我們人 猴子或者植物 為甚麼永遠做不到perfect 為甚麼永遠做不到perfect 因為我們只能經過以往有的東西 我們select出來 而不是for example 我想飛 我可不可以變成對譯出來 不行 希望大家同學明白這個 所以就是我們只能以往有的東西 可以怎樣選出來 而不是我們變成有的出來 這是兩個分別 那你們其實吃的白菜啊西蘭花啊 其實都是這樣選出來的 是人工這樣選出來的 當然今時今日 其實你們應該都知道 他們其實是互相greed到的了 那他們乳王呢 乳王呢 其實就是一棵芥花的植物 然後呢 例如 有些頭就生得多 花就生得多一些 生得大一些 那我經過很多年的generation 慢慢就選了 今時今日的白菜啊 或者西蘭花啊 這樣選了出來 我想帶它出來的concept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 一些很不同 今時今日你會看到的樣子 經過只要有足夠的時間 和有足夠的generation 不同的代 不停的演變的時候 是會變得非常非常 和它祖先的 是絕對不同的 OK 那這個希望同學 可以有更大的思考空間 知道 我不是 我剛才你說人 我大家都去試 不是 只要時間夠長的時候 是絕對可以變得非常不同的 生命的不同的life form 那呢 這個呢 就是想說一下 究竟 這些life form 是有沒有 有得估計的呢 那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Taxonomy 即是分類法 分類法 我們做動物學家 這樣 我們就把它分成 Kingdom File number order 等等 這樣才是species 那 我在座 不如做一個test 即如果我 大家好像有些概念 知道發生甚麼事 那我就問一問 如果我問你 人類的最近親 就是我們在 人類和這件事 最近親 大家 都分享一個common ancestor 出來的 那你就說 嘿 星星啊 是不是 OK 我不再問下去 我剛才回來問 然後我就說 OK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問你 這裡還有其他四種動物 OK 有海膽 果形 有這個一塊啫喱 那樣的海鵲 還有這個文昌魚 那 那這四種動物裏面 我給你選 你會選哪一種是 人類星星最近親的呢 究竟是 OK 那不如我們做個投票來 好嗎 我不會點給你出來問你的 不用擔心 不是上課 OK 那不如就問一下 海膽的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 沒有 好 果形的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 好 那我約兩手下 可能20 20多位 好 海鵲的一塊啫喱 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 OK 那又是有20多位 那文昌魚的可不可以舉一舉手啊 佔大部分人 OK 那 可能時間有限 那上課可以問一下 那我便會問你 為甚麼啊 為甚麼你會這樣選啊 那我 不內乎只有兩三個答案 我可以直接告訴你 第一 就是 他相似 第二 就是 另外那個 那麼多人不選 我就選那個 那 那 其實答案是甚麼呢 答案就是這塊啫喱 那 我想帶出來的訊息是甚麼呢 就是 樣子 是沒得看的 OK 也都想帶出一件事 生命的不同方式 是絕對不會跟著一個pattern而走的 不是因為 哦 他們大家都很近似 所以他們就組合在一起 不是這樣 我們是 我們當然 現在我們有基因技術 我們有基因圖譜 我們絕對可以證明到 這些海嘯就是人類和星星的最近親 其實是我們所有隻椎類的最近親 文昌魚 其實以前的人就覺得 哦 可能有近隻椎的東西就以為是 那其實現在知道絕對不是的 那 所以希望同學 可以想到的空間就是 不是只是時間夠長 即使時間很短的時候 例如在動物裏面進化 那也都可以有很多不同 你意想不到的生命 可以出現的 那 這個我相信剛剛已經說了 這個是錯 因為 主要來說就是 我們 我們分享的 Last Common Ancestor 大概五至七百萬年 就已經沒有了 那你現在好像明白了 我待會再問一下 又不太明白了 OK 那我又問到一個問題了 那現在大家 哦 我們都抗闊了 好像 朱教授那樣 抗闊了我們的智慧 那 我們有多點智慧的時候 那其實 究竟這裡有四隻椎 那這四種生物 究竟哪一種是動物呢 那 我想大家都有聽到 剛才這批這樣的東西 一定是動物 那我可不可以又作一作舉手 那 究竟 四隻都是動物的 可不可以舉一舉手 哦 都有一半 OK 三隻是動物的 舉一舉手 OK 兩隻是動物的 舉一舉手 OK 那一隻是動物的 只是這隻是的 OK 那沒有的都不會有的 OK 那答案是什麼呢 通常同學都是覺得 大部分都是覺得 這一樣東西 像是阿米巴變形蟲 那不是動物 那其實當然答案就是 四隻都是動物 那究竟為什麼都是動物呢 什麼是動物呢 其實動物裡面也有很多不同的 的 的動物 還有領域同學覺得 這些就不是的動物 可能是一些 蜂蟲 就是一些孤蕾 不是 那我們是可以 變得有些樣子 是跟其他生物很相似 但是不是我們所認知的動物 所以 的動物 不是我們固定 一定有一個模式的 那我不再 現在講下去 待會再講 待會再慢慢講 那第一部分呢 希望可以 帶到 各位同學 或者現場嘉賓 就可以知道 怎樣為之進化 理論究竟是怎樣 LIFE WOMS 其實真的有很多很多種 在地球1.0上面 OK 第二個 我就想說 剛才川教授說 我們以往 氣候有很大的變化 我們也都試過 品種大滅主 玩物種大滅絕 那如果我問你 有什麼東西沒有了 你一定回答我 朱羅紀 那我就說 恐龍沒有了 朱羅紀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非常厲害 對的 但是 是否只有這樣呢 那朱羅紀 其實只是佔一個 歷史上 一個非常新的 period 那當然 每一次的滅絕 就會帶來 新生命 LIFE WOMS 的 dominant 例如 沒有了這些 那暴雨類動物 因為沒有了這麼強大的 predators 沒有這麼強大的 暴獵者 所以 暴雨類就可以 趁他們沒有了 走出來 那當然 為什麼沒有了 有很多不同的理論 例如有外星 隕石打了下來 令到地球 鎖住了大氣 沒有了陽光 沒有了植物 那這些暴食者快點 越需要更大的能源 就會快點死 這個 out of this topic 不說了 那麼 在五次的大滅絕 裡面 其實 大家可以同學知道 什麼叫做絕種呢 絕種 其實 在任何時期 我們都知道 是一個 是一個 sertum amount 的 品種 都會沒有了 即使你不做任何東西 它在大自然裡面 不停發生 它都會有 背景 大概有5% 的物種 會滅絕 因為環境的變化 互相的 互相的 interaction 可能有些 competition 吃了其他 物種是一定會滅絕的 我們所說的 大滅絕 其實是 大過50%大部分 就是 忽然 在歷史一個時期 那些人怎麼知道 其實就是在化石找出來 忽然 沒有了50%這個品種 就是 例如 我沒有了50% 大部分的恐龍 都不見了 在諸羅紀的時候 那諸羅紀之後 一定是發生了一些事 這樣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 大滅絕 那5次的大滅絕 之後會不會有第6次呢 我可以保證 是絕對有的 不過只差了幾時 那在化石來說 我們怎麼說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呢 就是以往 我們知道 有些 例如魚的化石 今時今日 我們仍然看到 有魚的形狀 魚的形狀 魚的形狀 但是 這些究竟是什麼呢 好像ET 那樣的怪物 究竟是什麼呢 這些是三葉蟲來的 三葉蟲 其實以往 就是世界的霸者 他們以往 世界大部分地方 全部都是三葉蟲 沒有人的 OK 但是今時今日 我們完全見不到 任何三葉蟲 取而代之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今時我們今天的 甲鶴類 如龍蝦 蝦 或者我們的 蚊蟲 我們的昆蟲 取而代之 就是今天的代之 我想 帶出來的是什麼呢 就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 有些事情 我們今時見不到 想像不到 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其實 曾經發生過 所以 去想想 究竟第二度 會不會有其他 究竟是怎樣的時候 空間可以更大 當然 另一個問題 三葉蟲 剛才說了 今時今日沒有 有些人經常說 馬蹄蟹 是活化石 這樣 他們說 今時我看到 這樣的馬蹄蟹 今時今晚 我又看到 馬蹄蟹 所以我就看到 活化石了 這個概念 也絕對 非常錯的 原因是什麼呢 假如你明白 我們剛才說的 這裡 就是 你 簡單單單 地說 你和曾祖父 大家都是 人 那樣 但是 你和它 是絕對不同的 對不對 所以今時今日的 馬蹄蟹 和 五百萬年前的 馬蹄蟹 或者五億年前 是絕對不同的 OK 所以 是絕對沒有活化石的 所以 我想帶出的另一件事 就是 今時今日我們和其他生物 我們所 不要覺得 我們 我自己這樣想 我們人類不是比其他 特別 有任何的特別 只不過我們比較幸運 可能會發展了我們的 品牌 但是其他 我們其實全部都是 share 同一個祖先 去到今時今日 大家都是同一個 只不過在不同的物種 有不同的 基因特變 基因有不同的改變 變成了今時今日 我特別想提一提 就是水紅蟲 這是什麼 不是怪獸 不是怪獸 是真是今時今日有的 為何要特別帶出這個東西 可能朱教授就最清楚了 其實美國太空總署 以前試過發射火箭 帶了很多不同的生物 上去宇宙上面 唯一一個生物 在地球上研究 唯一一個生物 可以在宇宙停留很久 也沒有問題的 其實就是水紅蟲 水紅蟲究竟是什麼 Tardicray 為何可以做到呢 因為它不怕複蛇 它絕對不怕複蛇 它也有我們 也有我們的DNA RNA 蛋白質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身體機制 可以令到它 你看到基因突變了 它又變回之前 但是 不好意思 真的不夠有太多時間 能夠長談 最後 我知道有一點超事 我快點說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究竟是怎樣 究竟會不會 真的可以有其他的 Live Forms 在其他地方 當然這個是作的 我想說 生命究竟怎樣 我們為之是生命 我們上課的時候 整個同學都說 那電腦是否有生命 我們定義生命 不是這樣 生命是 可以自己重複 可以自己重複 可以自己不停 可以增進去下一代 的一個系統 而主要來說 其實是幾樣東西 其實是來自宇宙的 其他星系的幾樣東西 例如 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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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主要元素 我們才是叫做生命的 但是宇宙上面 其他生命體 是否都一定要是這樣 但我們今時今日 就像如朱教授剛才說 我們去找 主要找到 會不會有水 以氧化碳 其實我們主要是從這個方向去發展 但是絕對可能 噢 可能不需要用這些東西 也都是會有機會的 暫時不長談 那問題就是 想說一下生命可以怎樣來呢 那問題 我不會再問了 我知道用了太多時間了 那就是 究竟有雞鮮還是有蛋鮮呢 很多人覺得是一個哲學問題 其實不是一個科學問題 答案我可以告訴你 有雞鮮還是有蛋鮮呢 是有 是有蛋裏面的雞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回事 在說什麼呢 就是 在蛋裏面 當那東西正在發育的時候 正在發育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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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因突變 那樣東西 變成一隻 好像近雞的近親 但是不是雞 但是出道來 它們也都可以再做 它們可以做到繁殖下一代 OK 那這就是生物種 怎樣可以來 OK 那不只是純粹靠 mutation 也都是 有以往的東西 變成 還可以跟以往的那些合股 那就會變成新的生命 新的脈種的生物 那所以 其實怎樣可以 那些東西又沒有變成有呢 我剩下三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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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可以由沒有變成有呢 其實 在五個billion years ago 5.5 或者六個billion years ago 大概六十億年前 地球的環境 絕對不是今時今日的 很大氣層 很多輪延閃電 我們那時候 開始有不同的carbon 有不同的reaction 容許我今天就五場談 但科學家 其實在大概五十至七十多年前 我們做了一個實驗 只要有這些不同的元素 我給它一些電磁 給它一些電子 就可以慢慢形成到 我們今時今日見到的 不同的life form 而第一件事究竟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RNA 就是我們的RNA RNA 後來就會變成我們的DNA 和今時今日的蛋白質 但我沒有那麼多時間長探 主要來說 例如我們裡面的RNA 或者DNA 主要的元素 不外乎是Hydro醬 Oxygen Nitrogen 其實在宇宙裡 星體裡有的東西 當我們移動到habitable zone 的時候 這些東西 當所有condition 是對的 的時候 就慢慢開始有生命的誕生 我們今時今日 生命科學究竟在看什麼呢 在不同的物種裡面 其實我們絕對可以看到 我們的基因 其實真的很像 大家都知道 主要是四個residules G A T C 真的很像 但是當東西這麼像的時候 為什麼它又不能夠 function 功能不同呢 這當然是一個問題 以往我們所知的東西 我們知道 DNA會變成RNA RNA會變成蛋白質 蛋白質就 function 這些我們就叫做基因 在2001年的時候 人類基因圖譜已經開始出現了 在過往的15年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我們去找更多不同的基因 知道更多不同的物種 的基因究竟是怎樣 而其中一件事 當然你也聽過了 哦 人原來跟Chimpanc 和星星的分別 原來是1%而已 其實這件事絕對 也有一點exaggerated 也有一點跨大了 為什麼呢 第一件事 其實是真的 有些事情是真的 這些蛋白質 這些gene 會製造蛋白質出來的基因 真的很好 人和星星 29% 沒有東西有分別 真的這樣排列 是完全一樣的 剩下的71% 都是差很少的 所以 但我們人又不是星星星 又不是人 為什麼會發生成這樣呢 其實想帶出的 就是 就是 我們現在 今時今日知道 原來 大部分我們知道的東西 其實是太少了 我們知道的 1%的基因蛋白 其實 99% 原來我們整個人 基因淘寶裡面 只有1% 是會做蛋白質的 另外那99% 是發生了什麼事 以往我們 大家都當作 垃圾 是垃圾DNA 原來大家 原來今時今日 是有用的 究竟是在做什麼 我想很多科學家 都想嘗試理解 這99% 究竟是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 你們這個年代 我們這個年代 要大家一起解決問題 所以 希望大家可以帶出 就是 怎麼會有生命 怎麼可以有沒有 變成有 怎麼有了生命之後 又會怎麼可以 變成有不同的物種 那物種 是否一定是固有的模式 又可以變成同他的樣子 那這個就是 生命科學裡面的 Beauty 我們人的歷史 其實是我們整個 以知有的歷史 只是說 有生命的歷史 其實真的只是至0.04% 即是如果把它劃成一個 24個小時 即是12個小時 24 下12 其實 就只是佔了 大概是 一分鐘 是這麼多 我們人類的歷史 那很多其他生物 我們是 比我們以往更加做的 是5億 5.5 55億年前 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 宇宙裡面 會不會有其他東西 想說的 是更遠 所以我今天帶出的主要是剛才的三件事 進化演化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物種的關係是怎樣 過往的滅絕 如何有新的生生命可以誕生 以及如何沒有 可以變成有 那我不再阻礙大家 那麼多時間 好 多謝各位 好 大家不要害羞 好 大家不要害羞 有甚麼問題 好 大家不要害羞 我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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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生命樹 那個 就是一個蜜蜜 它會慢慢演進到 兩個或者三個之類的蜜蜜 那人類這種比較高位思考的生物 它會不會再進化到去兩種或者三種的蜜蜜 那他們之間會不會有什麼衝突呢? 非常好的問題,都聽過了 絕對會的,絕對會的 還是 undoubtedly,不會有任何疑問 但問題是時間性的問題 究竟說得多遠呢? 還有我們怎樣為之一個脈種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人是否只是一個脈種呢? 大家都說是 因為我們想大家團結一點 但是我們看到,非洲人和愛斯基安人 如果兩個去交配的話 他們可以做出來的下一個 是絕對增加了很多的 但當然他們仍然可以做 我們考慮他們還是同一個脈種 那麼究竟去到多久 我們accumulate 了多少 mutation 在我們的基因同股裡面 會變成不同呢? 是絕對會的 只差了多久呢? 是絕對會的 請問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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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什麼衝突呢? 不,轉了個想法 你剛說非洲人,愛斯基妹 在他們交配的時候 他們的Potein裡面的DNA是會來自媒體的 有兩個半年,一條鏈是爸爸,一條鏈是媽媽 如果他再跟一個非洲人交配 他生出來的嬰兒有機會 有兩條都是由非洲人給出的單鏈 加上一個愛斯基摩人給出的DNA 這種情況,他會是一個外表好像非洲人 但是他的肌肉也在地上 明白,我想問你問題 我主要角度回答你這個問題 第一,人類的起源究竟在哪 其實今時今日我們科學界知道的 大部分其實是外國人 大部分人都是非洲人的後代 非洲人的後代不停地走出去 去非洲,去歐洲,去歐洲 慢慢走出來,走到澳洲 在解決之後,那些人就沒有走到 就會令到我們今時今日這樣 所以你剛才的問題是 主要想問他們如果交配了 究竟會像誰呢? 答應不到 原因是 因為你想說每一樣東西 一,又可以帶機會 二,究竟會不會一個是Dominant 一個是,另一個是不那麼強呢? 那這個是,你究竟會像,這個像 其實是很多很多factor加起來的 可以是膚色,肌肉的大小,高度 或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沒有一觸包 全血統的答應 但你當然是老化人正常的 我們剛才陳教授想問的問題 其實我跟朱教授談過的 那就是,究竟有沒有外星人呢? 那就是 我們想調查一下 我們想調查一下 在在有幾多位覺得是 第一,吃到宇宙那邊 是幾多位覺得是有外星人呢? 有 有沒有人家都沒有啊? 有 那在在有幾多位覺得是有外星人來到地球呢? 有 我們在有幾多位覺得是有外星人呢? 沒有 有幾多位覺得是有外星人呢? 你呢? 有 有幾多位覺得是有外星人呢? 是在我們身邊的 誰知不知道 有錯 為何你會這樣 然後我說 那多少人相信有鬼 那我 我給你回答一下 這件事會不會是外星人呢 我轉個角度回答 我以前曾經談過 我覺得下方真是一流 我也想分享一下 究竟會不會有呢 我希望有的也會有一個新系統 可以探索一下 但在科學家 我看不到任何證據 就正如今次地球2.0 其實我們有些人是猜 但我們更需要的是證據 支持這件事 所以做科學的精神應該是這樣 但如果真的有是怎樣呢 我真的要在樓上分享一下 假如我真的有 通常要轉成腦電波 那Mars就會很小 所以你只要 噓 就要出發 所以大家是絕對不用怕的 那些人 這是科學的 但沒有科學的證據 我們科學家不能夠做任何 所以我們是大膽大戰 所以 我都分享一下 我時中學 我不是說我過禮拜 上校看星人 我們很喜歡說外星人 鬼故 也很普遍會覺得 那些鬼其實全是外星人 那說到呢 大家就會說 其實我不怕鬼的 但我很怕晚上 看完星回家 就會被外星人捉了 所以大家就很安樂地覺得 我怕鬼也不是一件醜事 因為好像有科學證據 應該是外星人 我想問一下 喂 我想問一下許教授 那我們人也好 其他動物也好 我們在地球生存了那麼久 我們的免疫系統等等 都是根據地球的微生物也好 細菌也好 來研發 假設我們真的找到一顆星 有其他生物的 無論是自故的生物還是微生物 那如果我想住下去 那我可能呼吸一口那裡的氣 我就會死了 那 但是我們想住下去 又沒有可能慢慢地 一代一代等它演化 那有沒有辦法可以令我們 生存到那裡的環境 食物 我以我所知的 可能我以我所知的 我以我所知的 就是其實已經在試著 就是將一些微生物 可以做完 因為大部分 其實是說移居火星 OK 那為什麼要移居火星呢 那地球是否住得不好呢 其實剛才 朱教授比較清楚 就是那個habitable zone 那個可居樹區 其實不停地移動 越來越遠 越來越遠 我們是由地球慢慢移動 去火星 OK 所以地球某一個人 絕對會 所有品種都不能再生存下去 因為太過熱了 所以現在是真的 我不是說早點遲 但嘗試的就是 如何可以將其他星球的東西 以我所知 就是它可以嘗試 會不會擺放其他組類 或者其他東西 在火道可以令它 開始慢慢 accumulate build up 了很像大氣神的東西 令它開始改變了環境 才讓我們去呢 當然也有很多不同的 mission 大家都知道 究竟人們可以擺放多久 可以怎樣 我想朱教授可以解釋清楚 我不是更加清楚 不過你們 我想起另一件事 剛才朱教授也提到的 在地球有大滅絕 相信其中有些大滅絕 就是小行星、瑞星造成 在科學界也很流行的說法 地球上面有很多 我們就算是水也好 可能其中相當的部分 是一些瑞星帶來的 甚至乎在瑞星上 是有機物質 找到一些微生物 或微線微生物 有機物質就是 每個人都生物 所以不少科學家 會覺得有可能 地球上有某一些疾病 其實是一些瑞星帶來的 我還記得 我想20年前 有些英國科學家 發表了一個文章 就說風流症在瑞星帶來 無緣無故地 無緣無故地 我完全不想 但你的說法 其實可能你更加關心 因為你有排練 你不會去那位外星 不用怕 但你更加關心 會不會有一次 小行星、瑞星來到 帶了一些新的微生物來到 我們是無法適應的 可能你更加關心 我可以補充 你如果問這個問題 基於這個概念 就是外星帶來的微生物 就是跟我們現在 以後的機制是一樣的 這是第一件事 OK 那麼 答應不到 OK 答應不到 因為以前真的 我讀書的時候 也都是 核心理論是非常流行的 理論就是 原本就是這樣 沖下來 然後就帶出來 但我們現在更加知道的 就是 其實這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問我 我會不會帶給別人 很漂亮 你不要說很漂亮 會不會有可能性 有可能性 但更加大 我們現有的證據 是可以任何面有的 但如果你剛才說 有其他機制 我又把這個問題 返回問一問你 剛才你也說 假如我們去到第二個星級 都很難生存到的 如果真的有第二個機制來到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機會 但是 我們沒有 如果是的話 也都沒辦法做到任何事情 Hello 我想問你 我已經有評論 其他人的 其他人的 也會不會有 但其實有沒有 一些滴血波大 可以有 可以有 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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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entive life forms 你想說的意思是 鬼 是不是我剛才說過 不是 不 不必是鬼 你真的 我還沒說 我還沒說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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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是四個 真的慘 不過 我們跟一個 Generation 我們這樣說 有 有沒有 不是Carbon的 方法 個人來講 我覺得 有 絕對有 我見不到原因 為什麼不會有 但是 我要 evidence 去 support 我常常說 你 你 你 後期 越年輕就越好 因為科技更加先進 我們可以知道的事情更多 但是 今次科技 我們還會做到那件事 這個是比較可惜 所以 你問我個人相信 我相信 我會 我會 就是2.0 就是2.0 但是 我回應不到 因為 做科學家 我們的科學精神 我們真的要 我們要有 supporting evidence 還有那個hypothesis 是testable的 我們可以test到那件事 是否能夠說 你會不會想到 我們做不到這件事 想聽聽兩位教授的意見 其實 有時候想問問一下 他的教授 譬如在生命科學 其實是否在某程度上 和宗教上的創造人 已經是一個 就是 平均或不負 或者都可以聽到的主觀神 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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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兩者平容的 OK 這是第一個觀點 我們做科學的 不是想改變 宗教思想 還是怎樣 我們是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自由 香港是自由的 剛才是freedom 所有的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of everything 但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只能夠 找到那麼多 我們所知科學究竟發生什麼事 告訴大家 可能會不會 prove到 一些是錯的 我不知道 但我們只能 今時今日知道的事情 是這樣 但是科學生 如果你要我一定有 content 地球是否只有五千年,還是只有七千年, 我都挺肯定告訴你,不是的。 剛剛說過如何量度外行星的大小, 但其實如何量度外行星和主星的距離? 我剛才那封slide顯示了一個軌道, 如果你選擇快一點,當它是圓形軌道, 所以你認真問,就是軌道的背景如何量度外行? 想回我們剛才那條light curve, 即是當一顆行星在主星前面過, 我們可以量度到light curve,即是光度, 跌低了那段時間是多少的, 然後我們用另一個方法, 其實就是我沒有講的方法, 用一個叫多普勒方法, 去量度外行星的速度, 什麼速度和時間呢? 你就可以量度到距離, 這樣就可以到那邊, 但不是一刻都可以做到的, 你剛才說過地球的軌道是會改變的, 我想知道那個改變的規律究竟是怎樣, 我們怎樣可以找到下一次的大秘符, 即是那個名字, 你以為我們? 我們已知的, 有三個不同的周期, 地球軌道的周期那邊, 最多人知道的就是, 叫做二萬六千年的周期, 就是地球的自尊軸在這裡會轉, 我們今天對著那顆極聲, 過幾千年就不是那顆, 那個自尊軸會慢慢轉, 這個比較多人知道的, 有些再長一點的周期, 有些人提出, 在十萬年的周期, 就要地球的軌道會有編, 變什麼變什麼編, 有這樣的理論, 但是不是很多證據, 我們不是100%肯定的, 那下次什麼時候滅絕呢? 我想, 這些幾萬年的周期的事, 就可能會造成冰河時期, 但是冰河時期, 大概我們躲起來而已, 我們更加關心, 可能是人為的破壞, 大家都聽過, 我們人對我們大戲做很多破壞, 我們真的正在改變我們來境, 還有軟化的那些問題, 我想那些問題, 我們擔心的時間, 是遠短過我們在天文上的時間, 另一個我們沒有辦法預測的事, 就是有種小行星, 睡星狀的理論, 我們確實知道會有的, 所以許教授說, 肯定告訴你, 一定有下一次, 但是什麼時候呢? 我們很難預測, 因為大部分小行星的軌道, 其實是在文理學上, 我們有名詞叫Chaox, 混沌現象, 它改了一點點, 它軌道演化下來, 可以變化很大, 所以我們很難預測, 我們現在有知道的小行星, 它軌道什麼時候, 要去改變, 甚至作為何秘笈, 最糟糕的,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的小行星, 只是佔小數, 即是我們直接觀測, 都沒有觀測過, 都不知道它在那裡的小行星, 佔大多數, 那些東西根本無從預測, 它什麼時候再有, 但是我肯定告訴你, 一定會發生的, 你放心吧! 我想問, 關於平衡世界, 是一個人幻想出來, 還是有少許科學根據, 或者是一個宇宙世界的獨製? 嗯, 平衡宇宙、平衡世界的理論, 近年是很流行, 很多人說, 有不同版本的平衡世界理論, 最早提出平衡世界理論, 最早提出平衡世界理論, 其實是因為量子力學, 是對量子力學的一種詮釋, 量子力學要解釋, 其實不是幾分鐘可以做到律師, 但有一個量子力學的結果, 我呢, 我想大家都不妨聽一下, 雖然聽完, 你可能今晚發我夢一下, 大家習慣想的粒子, 就由多了一種, 因為粒子就是同一時間, 只有一個為之, 那就是粒子, 但是是錯的, 用許教授去說, 絕對是錯的, 那我們現代物理呢, 其實已經知道了一百年了, 大家知道了一百年了, 但是少於一個percent的人, 我們是知道在說什麼, 那我只是說一句說什麼給你們聽, 我不解釋為什麼, 因為知道了什麼, 那粒子力學裡面, 一個粒子的概念是怎樣的呢? 這個粒子, 同一個時間, 可以有很多個位置出現, 同一個時間, 它有機會在很多個不同的位置出現, 你量度它的時候, 你就根據一個機會率分佈, 找到它在其中一個位置出現, 我們重複一個細節很多次, 你會發現, 有時這裡,有時這裡, 有時這裡, 有時去火星, 那你無限地誇張去想, 一個人照樣都遵守這個定律架, 就是說, 我現在加了一個percent在這裡, 原來有一個percent, 尊名中去火星的, 那這件事很難接受, 我在師父上不接受, 相對來說, 不接受 瞧瞧聽到分障 jaws, 他所以是有時不可會遵守嗎, 可能是 grill 無限用此主持身的工具, 然後就去找 parole, 等等我 等一下, 我聽到了, енной我太緊密幣了, 做量子力學就是因為他不肯知道這件事 幾一年前有一位科學家 他提出平衡宇宙世界的想法 就說其實每一次量度 你不是隨機地將這個粒子在某個位置找到 而是有很多個平衡世界生出來 每一個世界的粒子就有一個不同的位置 你會不喜歡的,你會覺得神經病 要作無限多個世界去符合一些 我們量子力學生出來很怪的事情 但這個說法 起碼世界其中一個世界 其中一個世界裏面 那粒子仍然是所謂決定論的 就是每一刻你知道它的位置在哪裏 那現在有很多東西你不明白了,沒關係 我只不過想說就是 平衡世界的這些理論生出來,作出來 是為了我們對量子力學生出一些很古怪的現象 就是心裏面,某些人心裏面覺得舒服的接受 這些是一些叫做interpretation 不是scientific theory 你無法做實驗驗證的,你無法找另外一個世界,兩個宇宙 那你喜不喜歡是你個人喜好 但是現在就很多人用來拍電影啊,吹水啊 越來越開心啊 但是記住,這些不是scientific theory 這些是為了令到類子力外一些古怪的事 變得好像沒有那麼古怪 另一種態度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態度就是 是古怪 我們在理學上,越走得深 就發現宇宙是很古怪的 所謂古怪呢,其實是人類的認知覺得古怪 都很註定,其實正正反映只不過我們無知 我們的直覺,我們覺得什麼正常,什麼怪呢 是我們環境塑造,我們的感官 給我們很多limitation 我們只要能夠看開放一些古怪就變得不古怪 你就不需要作一些世界來令自己舒服一點 謝謝教授 其實我想問一下教授 究竟是用這些因素和原因去令到這個基因很特別的呢? 太多了,OK 我想你們要吃飯的 我簡簡單說吧 要不是真的,就這樣吧 有什麼因素有什麼原因 其實沒有什麼因素沒有什麼原因 你身體,譬如你很簡單 你刮得準快平 你身體的skin cell 你的皮膚的細胞就會生出來 那它就要跟它以往有的 不停地複製出來 那它在做複製的時候 其實它有機會已經可以copy錯了它了 它裡面有這麼多bass pair 有一個3GB 即是3GB 你可以想像是多少呢? 1MB就是100萬 然後再多3個人 有3.5個 有這麼多粒 只要A對T,G對C 你學了 但如果只要兩杯copy錯了 其實這已經是基因的改變了 其實如果不是 如果不會有什麼任何事 就已經會有 如果不是今時今日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一模一樣 就像minions 那樣 那是minions 那是minions 不好意思 第二個問題 當然我想同樣關心的 可能會不會 我會不會 原水 還是其他東西 是 chemical 是會導致到 例如 塞紫外光 會令到我們 T和T form bonding 容易 變成T、T大bonding 是會令到它有 即是不同的 chemical 例如 可以走進DNA入面 會不會令到它有 mutation 會不會有 mutation 會不會呢 那 那 那 這樣 所以 其實很多東西 都會令到我們 會有改變 但是 好在我們身體裡面 其實有一個機制 是可以proof reading 即是錯了 是可以改變的 那 例如剛才我說的水紅蟲 它的機制是perfect 所以就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OK 所以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但是 真是 有興趣的 可以等一會 可以等一會 兩位教授你好 Hello 想問一問許教授 那 問一些地球的 怎麼拿來 為什麼水 那麼重要 或者 第一個問題 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地球找到 是 完全 或者 不是很需要水分 第二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 地球這種 地球裡面的生命 那麼多了 沒有拉放 它 都需要水的 OK 我 我 我 兩個問題 我 為什麼會想要水呢 當然 我們這次今天知道 人 或者大部分的新聞 其實都是海洋來的 海洋是我們的Origion of Line 為什麼呢 有兩件事想說 一 我先解答表面的層面 為什麼 就是因為 水是一個Good buffer 它不會令到 溫度那麼容易改變 Fructurate 得少 當我剛才說的第一個階段 其實就是RNA 在水裡面 就可以慢慢地 分析到 後來分析了Origion 變成DNA 然後就可以製造一些 protein 在這個medium裡面 比較容易有 但是第二 就是講回我剛才說的理論 如果你明白的話 剛才我都說的 自然的選擇 我們很容易發現 這個錯的概念 到底是什麼 為什麼 不是這樣 為什麼是這樣 就是 這些東西是HAPPEN BY CHANCE 是Based on以往有的選擇 就證明剛才的長頸樓 它不是故意要變成頸 就證明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它不是故意要水 原來我們的祖先 已經用了水的機制 這個東西可以使用 我們之後的學動 不停地保持著這個機制 OK 其實原因就是 有些Live Form在地下找到 是真的 不是很需要水的 有沒有這些東西 不是很需要水的 嗯 少 少 不是沒有 有 OK 但是有些在深海裡面找到 那麼多需要 我解釋先 我解釋我講的什麼 例如 Oceanic Trench Oceanic Trench 是什麼呢 深海裡面有條大深溝 或者有些太陽光光 它走一些融蟻 走出來 都是融蟻 如果火山走出來 就會爆了火山 但是如果在水底裡面 它裡面很熱 那些 如果你看些紀錄片 你就看到深海裡面 有些啡色色 那些其實是融蟻走出來的 旁邊那裡的Bacteria 是不是用水的 雖然它是水用辣的 它不是用水 它是靠Oxid化了裡面的Sulfur 就可以生存到的 那些Bacteria OK 所以如果你只給Sulfur 去給 我抽到那個Bacteria出來 不給水 OK OK 那麼有沒有Life Form是這樣的 是很有的 OK 特別多的其實 在Extreme Environment裡面 特別多的不同Bacteria 是可以這樣 有 有 Bacteria都是為了 是一個新的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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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是Line 也不是 我們也不怕怕 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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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它能夠有自己可以發展到下一代的機材 所以這個是是的 但這些人說電腦會不會是呢 這個就是是的 在我們生物科學家的角度 如果它需要其他細胞才可以複製到的 那些細胞就是需要水 所以是in-directly的relationship 正如剛才所說的收藏 也真的是在海洋裏面 所以也不能說水沒有關係 另外在那些細胞可能找到那些細胞 它附近的空氣是有水分的 所以很難這樣界定 可不可以完全用水 想問一問大家的地球2.0 那些衡星呢 如果是太陽的星星的話 我們可以測試到它的生命 但是如果是它圍繞它自己中間轉 那些我們寧日的星呢 那些planet的話呢 我們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測試到它的生命 從而可以知道 譬如我們估計它有沒有生命 可以估計它有沒有 因為譬如地球都要發展到幾百個million的years 那我們才會有二百個生命 那那些星球 我們有沒有辦法估計它現在的生命是幾年的 那我們可以估計它有沒有生命呢 好問題啊 我想現在是做不到的 現在做不到的 現在我們可以做到的 就是一顆主星 我們估計到它大概連續 但是它旁邊的行星呢 你可以假設它應該和一顆主星差不多連續 我們是不是 那第一個假設 你有沒有辦法真的觀察到它 判斷這件事 但是如果你純粹說想判斷那顆行星 有沒有生命在那裡 那就未必要估計它的連續 那我剛才有一個問題 我說還未開估的 那就是 現在其實都的確是一個營購的方向 就是我們找一些所謂biomarkets 就是如果我們從光普學 可以由那個行星的大氣道 找到某一些元素的話 那就很可能會有生命 那我剛才給大家看 地球的CO2 每年夏天和冬天會在那裡變化 那大部分呢 就是因為 其實不會在土地多一點 植物多一點 那所以夏天和冬天 它們吸氧化碳和放氧化碳的量不同 那所以那幅圖呢 相當程度你真的在那裡看著地球 在那裡呼吸 是因為地球的生命 那也不是一個絕對的Proof 你看到你一個行星是這樣 你不可以說 我發現真的 那這樣就不行 那最好呢 就找到很多不同的 這些biomarkets 那我想呢 就有更多的上色 我想問兩個問題 分別問兩位教授 第一個問題就是 每一種生物都是有一種 就是它們的DNA 細胞慢慢造成的 那為什麼會有一些生物的智慧 上會有這麼大的差別呢 人的智慧 會不會有一種生物 將來的智慧會高過人類 或者第二個問題就是 那太陽是有很多行星的 那假如有些行星消失了 會不會對地球影響很大 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會不會有其他的東西 一就是 為什麼人們會有這麼高的智慧 第二就是 會不會有其他東西 給我們更高的智慧 人們為什麼會有這麼高的智慧呢 其實生物學上是有一點點想法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腦肌 當然比其他東西大 那不是真的 老大就有用的 OK 不是真的 不是 生草 但是不是這樣的 是說說coordination的問題 神教授 當然就最清楚了 最假的 那我幫忙好 是說不同的neuron 和神經上面的coordination 比較好 但是當然 我們想知道 我經常都說 最大的問題 在我們的科學界 它是我們生物學界裡面很想解釋的 但是很可惜 在我們的有心之靈 未必解決到的 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想到東西呢 那這個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問題 但是我真的回答你了 如果 因為科學三課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現在連那隻果形 為什麼會想到東西 我都解決不了的時候 我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 那 怎麼為是intelligent呢 其實 現在最好的解釋 其實就是coordination 就是 neuron的junction 它們的connection 都是correlation 仍然是未達到 當然 有些人我寧願 比如沒有了神經線 有些活動就沒有了 那麼 OK 有一個很好的生婆 我可以告訴你 有一個基因叫Fox P2 Fox P2 那就是 人有 鳥仔有 但其他有些生物沒有 那麼 如果將這個 基因 mutation 發生什麼事 這樣 就沒有了聲音 那隻鳥仔 OK 就看到 我原來真的可以這樣 你看到有這些東西 有這個基因 有這個mutation 那些東西就可以出到聲音 這樣 那是慢慢的 不停的accumulation 慢慢開始變到 最美的 究竟是怎樣發生到 人類的樣子呢 by chance by chance 那你說 將來會不會有呢 那 就正如我所說 就正如我所說 很純粹是全測 那我們沒有 解釋 那你問我會不會有 其實 probability 50 但當然不會大過50 因為將來有無限遠 那麼遠 這樣突然大過50 那會不會有 一定會有 但是 是否人類類的 或者其他 這樣的東西 這真是答來不了 我帶來第二個問題 看來有些行星 會不會沒有了 然後它對地球 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有 而且有很多例子 第一 大家很容易可以看到 就是土星綠星 在MIT 有些科學家做了一個模擬 我們可以用電樹機模擬 不要說沒有了 你將土星和木星的質量 變成現在它現在質量的10%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大家大概都知道太陽系 有一個叫小行星大 然後外圍有很多些 小舊的瑞星 那這班科學家發現 如果木星和土星質量 小了很多 地球受到這些小行星或者碎星的撞擊 頻率要高了很多 平均 剛才說的那些大滅絕 只是把土星和木星的質量變成10% 平均每一萬年 我們就會有一個大滅絕 一萬年是很關鍵的 因為我們現在所知的 所謂的文化 大概一萬年 每一萬年是一次的 所以你要感謝綠色 感謝寶色 再近一點 不要說閒色 沒有了月球會怎樣 我上星期教大拖 就說這件事 沒有了月球會怎樣 無法月明再吃 不太差 我去不太多 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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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遠遠遠遠重 有些 不太多 原來又是科學家開始做挪軌 已經走了 第一 我們知道就是幾十億年前 太陽是初生 地球初生的時候 地球自主很快 我們還未肯定當時是幾塊 但大概是每天8個小時到12個小時 他們說我沒所謂 我每天都分8個小時 但是如果地球轉得那麼快 有數得計算地球上的風很厲害 平均每個小時的風速可能是幾百公里 你知道10個風是多少 那是幾十里 很難想像那些樹也想不到 地球為何由最初轉得那麼快 變到今天那麼慢呢 主要原來是靠到月球 月球和地球之間的前夕作用 我沒有使用時間去解釋 地球轉得慢 有紀錄證明 我忘記了幾多年前 地球每天是22個小時 到今天是24個小時 你嫌不夠時間 你等等多幾年 26個小時 24個小時地球的風速 我們會覺得很舒服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們適應 但是8至12個小時 其實都很難適應 每個小時幾百公里的風速 還有你可以影響 大概十年前 有一班北歐科學家出篇文章 我大通有學生說 今天慢了 今天不需要去月球 過橋收板 要去 行不行呢 如果你今天整走到月球的話 地球會發生一件事 剛才說過地球有個自轉軸 大家都知道 有自轉軸 因為地球的自轉軸 傾斜了一些 傾斜了一些 傾斜了23度半 和地球圍著太陽的公轉軌 所以我們有跪跌 有轉學的 沒有問題 很關鍵的問題 這個自轉軸是否穩定 如果今天23度半 後年變了40度 那就很大劑了 我們的季節不斷在變化 我們很難適應 原來地球自轉軸的穩定 是靠月球幫我們維持的 拿走了月球的話 地球的自轉軸就變成了 剛才說的 Cayotic motion 不是一年就變的 可能都說了幾千年一點 但是說了幾千年幾萬年的時間 赤道來說 對我們人類影響 其實很深入 所以中秋節上月記住 我跟我在大通學生說 感謝月球 跟媽媽說 多得月球 就是我們不可以在這裡探月餅 但是你越想越覺得 真的很巧妙 越來越多這些因素加起來 然後擺窗 要不要發展我們出來 你好 朱教授 剛才你不是說到 地球有一天會 因為太熱 而不居住 其實那個原因是 會因為人類的商業活動 或者其他工廠的東西 令到溫室後應家劇 而變得不居住 還是會因為地球本身 它有自己的原因 比如火山辦法 就是一個活動 甚至地球會不會有 它自己 其實有它的生命 終結這一天 就是行山 它都有一個壽命 這樣 OK 我想最近會發生 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事 溫室後應家劇 這件事 我想在科學界 現在有這麼多真正面 這個是說 這個時間是幾十年 一百年 這樣的事 所以很值得關心 但是如果不計人的話 地球的確是 經有很多事發生 會改變氣候 甚至可能會引起一些大陸 絕對問題 火山爆發 是會噴很多層 都在上大氣 但是它的作用 其實是降溫的 還有沒有其他自然界發生的事 令到地球會越來越熱 等等 如果說天文這樣的尺度 是有的 太陽 都都臨死的時候 會變成一顆行巨星 太陽的膨脹都 可能會吞噬地球 因為太陽的表面面積大了很多 地球接受到的陽光 也會多了很多 到時候地球就會很熱 大氣會蒸走了 不適合居住 但我們說的 應該是幾十億年後的事 我等不到你 好多謝各位教授 這麼用心解釋 對賽賽 好多謝大家 感謝你們參與 好多謝